做人要善于做出让步 一个能够干出大事情的人 往往只注重一个大事情 他在小事情都会做出很多的让步的 记住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要完成的是大事 不能把自己斤斤计较在某一个小事点上 这样你减少了小事 会给你心灵带来的压力和烦恼啊 学佛人要善于调节 当遇到挫折带来烦恼的时候 你应该迅速的转变环境 将这些精力转移到自己喜欢做的那些事情上去 一个人把愤怒和不满的情绪 常常留在心中 就等于自己喝下了毒酒 如果我们做人能够及时的把烦恼 用宽容心 包容心 慈悲心来对待 一定会让你想通 想开 想明白 有一辆满载的学生的汽车 出了车祸 当时车上很多的同学都受了伤 被抬到路边 边上的路人纷纷的前来帮助救人 有一个女士迅速地走到一个受伤很严重的学生旁 检查她的伤势 这个时候一个男士也走到了这个女士的身旁 非常粗鲁地把她挤开 并大声地对她说 让我来 我学过急救 男士自以为能够解决受伤学生的痛苦 没想到学过急救的 她却把这个孩子弄得痛得乱叫起来 女士看着那个男士手足无措的时候 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 这位先生 如果你需要一个外科医生帮助你的话 我就在你后面 记住 我们很多人在人间吃苦做错事情 就是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因为别人的文化知识都比我们可能高啊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啊 三人之中必有我师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要放下功高我慢 更不能自满自得 无视他人的存在 人的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 才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愚痴啊 想一想 我们在家里有多少事情做错 不就是以为我们自己很能干吗 有的男的一看太太做菜 很容易 不就是吵两下吧 你让他去试试看 鼓掌的怎么都是女士了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谦虚 要去除功高我慢 要生出平等心 台长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 台长啊 我怎么生出平等心呢 记住了 去除功高我慢 看谁都很顺眼 因为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的 在天上 阿弥陀佛讲课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 那个时候在天上 他都是菩萨了 那么菩萨呢 就跟你们现在一样啊 但是只不过我们在人间 是学佛人 他们在天上都是菩萨 那菩萨也有个性 很好玩的 他们坐在下面听 阿弥陀佛讲课的时候呢 大家还看来看去 看这是谁啊 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哦 这是马来西亚过去修行的 谁谁谁 我认识的 他们在天上 也会思想不集中的 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一看 那不行 意念一动 光芒四射 所有下面的人 脸瞬间 在几秒钟当中 全部变成阿弥陀佛了 这个时候 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都是 我彌陀佛 所以你们没到天上去 你们不知道 其实到了天上 每个菩萨的性格 不会改变的 你在人间什么性格 你到天上 就是成了佛了 你还是什么性格 想一想 寄功活佛 是不是还那性格啊 想一想 弥勒佛 是不是还是 哈哈大笑啊 每一个菩萨 文化讲的 退一步 海阔天空 给别人留个机会 就是给自己 留条后路 为别人想的人 他自己就会 知足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